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在被街坊邻居指指点点中度过 而且也很看重女子的人品 如果要是给自己的相公戴了绿帽子 那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有一点搞笑了 杨国忠虽然名字挺好听 但是所作所为却和名字相反 只顾着眼前的利益 丝毫不注重自己的名声 他的身上也发生了一件事 成为了当时的笑谈 在杨国忠当上宰相之后 因为有时需要外出一年 他去了浙江一带忙碌 当然没有带自己的妻子去 等他终于忙完回到家之后 却得知了自己妻子怀孕的消息 而且还怀孕了半年 这名眼人都能看出 他是被戴了绿帽子 但是杨国忠的妻子说了四个字 心灵感应 意思就是说我在梦中和你生的歌 孩子如果是理智一点的人 这时候估计早气疯了 但是杨国忠还真的相信了 特别高兴认为自己的夫人是太思念自己 十分欣喜地说了一句 夫人辛苦了 后来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他还赏了很多人 那句话也被人嘲笑了千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